- 啊~~~ - 啊~~ 越南最貴的度假酒店 果然是把莫德要 - 啊~~~ OMG~~ 好爽喔 - 不知道你是怎麼樣的人選的啊 - 啊~~~ - 不好到我的規定 - 我現在在越南的縣港 - 今天就是要來開箱 - 越南最貴的度假酒店 - 縣港洲際半島陽光度假酒店 - 這家酒店它位在 - 縣港東北方的三朝半島上機場 - 到這邊開車到40分鐘左右 - 為什麼我現在來開箱這邊呢 - 因為它真的非常貴 - 我今天訂的房間 - 一碗要價四萬五千元 - 貴吧 - 下次我一定 - 就我自己個人所知 - 越南地域應該市區的消費 - 大概是台北消費水平的一半 - 薪資內大概是落在九五千元 - 到一萬五千元 - 所以呢 - 四萬五千元的飯店 - 真的是非常非常貴 - 你住一晚 - 別人在這邊要工作半年 - 才有辦法住 - 到了我住的房間門口了 - 它有分成 - 跟 - 然後是上面的 - 直接看一下 - 哇~~~ - 這裡太美了吧 - 小心階梯喔 - 欸這個直接躲下去 - 就可以到海灘了欸 - 超近的 - 這是好泳池欸 - 它寫141公分高的 - 欸140公尺 - 欸很高欸 - 超扯的 - 整間房間大小是145平方米 - 也就是48坪 - 欸這邊有48坪嗎 - 好像沒有欸 - 沒有啊 - 還有外面這些東西 - 哇我還願意裡面可以在裡面奔跑什麼的 - 等一下要來食堂 - 冰箱 - 免費的標籤 - 哇各種貝子欸 - 好的介紹房間 - 這邊也太奢華了吧 - 這是沙發床 - 堂哥看電視 - 楊貓希他放在這邊 - 好爹巴喔 - 浴缸 - 很漂亮嗎 - 這個浴缸感覺很適合 - 偏偏拍個網美照 - 洗手台 - 左邊一個 - 右邊一個 - 而且配套也都是兩邊都有 - 吹風機是呆色的欸 - 明天就把它帶走 - 好放我去 - 呃看一下這個掛洗用法 - 完整的一條牙膏 - 追法好像多大方 - 完了 - 我變那種小獅女欸 - 獅子超Q - 這樣就可以學生帶一個這種獅子欸 - 讚讚讚 - 好可愛的牙梳喔 - 牙籤欸 - 也太可愛了吧 - 卸妝棉 - 不知道 - 眼罩 - 漱口水 - 浴帽 - 棉花罩 - 好其他都有點... - 它這個布的內容有點像是 - 你做商務艙會有的那種灌細胞 - 行李區 - 你在飯店當時你check in完之後 - 他們就會直接幫你把行李直接送到飯店了 - 它這個應該是衣櫥 - 歐買尬 - 歐買尬 - 太大了吧 - 室內坨 - 回了回了 - 扣掉了 - 欸 - 他們房間會送斗地 - 因為好像這種標示 - 還蠻代表越南的一個東西 - 酷欸 - 自己先遮痒就靠它了 - 室外坨 - 保險箱 - 欸 他們手就踩 - 安卓是甚麼 - 喔 洗衣服 - 妳看一下馬桶 - 哇 馬桶很可愛欸 - 這邊那大便很詩情畫意欸 - 欸 - 他們家的香氛是用 - 阿瓜地瓜嗎 - 自己想要真的很愛 - 他們有送其他公關品 - 自己送我 - 我有自己買的 - 一罐一罐MOD要一萬五 - 月 - 哇 - 超大的游泳池 - 走下去 - 直接到海灘 - 哇 自己的涼亭欸 - 真的超chill的 - 這個海灘好美喔 - 像那樣子的啊 - 好像是客房 - 行政套房類型的 - 已經很大了 - 一層樓一間這樣 - 那像我們VILA型 - 它就是獨棟的別墅 - 而且聽說啊 - 這個三茶半島也稱作猴島 - 因為這裡會有非常多的猴子 - 飯店的人會提醒說 - 欸不要靠近他們 - 一定要把房間的門關好 - 不然的話猴子就會跑進去 - 還能夠吃光 - 噔噔 - 這叫SITO - 很有名的下午茶 - 來這邊一定要打卡的景點 - 因為他們有一個 - 非常小的海景位置 - 噔噔 - 這個是戶外的位置 - 真的很猛 - 他們的設計就是 - 抖立回靈感 - 飯店裡面總共有8天餐點 - 大家餐廳主要吃地中海菜跟越南菜 - 如果你還想要吃別種不同的東西 - 也可以去他們其他間的餐廳 - 這個包廂的低消 - 只要250萬越南做 -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量 - 雖然500萬很貴欸 - 而且雖然飯店的東西 - 物價都已經是很高了 - 可是 - 現在要點到這個低消 - 我覺得還是蠻難得的 - 我們已經點了兩組菜 - 外加兩道主食 - 都還沒有超過低消 - 所以我現在也包怎麼辦 - 然後它那個麵包啊 - 真是QA - 丁麵包 - 好 我覺得這樣子 - 我立法應該會整個 - 好 - 不可以幫我裝得太可愛了 - 吃麵包 - 嗯 - 吃吃麵包 - 炸的 - 和蟹酸醬 - 然後就沾這個醬 - 嗯 - 很好吃欸 - 應該是包了很多優惠 - 可是哪裡有炸的和蟹 - 你吃不出來 - 你測定它有炸的和蟹酸醬 - 會不會是吃了幾些人的甜點 - 喔 - 這個可以點 - 這個好像是青蘭果下辣 - 它裡面好像完全沒有蘭果耶 - 放個 - 放成小黃瓜 - 嗯 - 好吃 - 這是什麼味道 - 喔 - 蕃茄魚片 - 它蠻好喝的欸 - 好像視頻集會吃得到 - 這種蕃茄魚片 - 主食來了 - 吃個老闆 - 海鮮炒飯 - 杜米炒飯 - 龍蝦跟牛排 - 完蛋了 - 兩個人吃這樣一定會飽到炸掉欸 - 肉炒 - 哇 - 硬米耶 - 硬米炒飯 - 硬米炒飯是在加什麼辣椒醬 - 嗯 - 清淡飯 - 清淡 - 因為沒有辦法煮任何辣椒 - 龍蝦 - 龍蝦好大隻的味道 - 這是普通 - 應該是說它配這樣很普通啦 - 因為龍蝦就是龍蝦味啊 - 其實新鮮 - 然後其他的東西都還好 - 所以就是這個龍蝦很好吃 - 今天特別是給我點這個牛排 - 她剛才有問我頭顧 - 也是說你一直有鼓跟手 - 它一直吃起來就是純手啊 - 而且超硬的 - 欸不是辣椒的辣椒很好 - 很辣 - 先來試試看看它的味道 - 沒了味 - 巧克力超苦 - 苦甜苦甜 - 它兩個夾在一起吃超好吃 - 雖然說C-Train是很多人來 - 週機八條酒店 - 一定會來的餐廳 - 但我真的覺得 - 你們不用特別預訂 - 如果你今天不能花那麼多錢 - 因為你可能拍這個景的話 - 你就是稍微繞出來看一下 - 有空位其實就可以直接進來 - 點一杯飲料 - 開拍照就可以走了 - 這樣就不用花到這麼多的錢 - 但是這樣子的前提是 - 你就只能控運氣 - 但是有位子的機率 - 不低喔 - 總結還講食物不推 - 但是景色真的是非常美 - 好啦 吃完了 - 吃完了 - 吃完了嗎? - 看著我一下 - 哇 這個帳單會能怎麼樣 - 都會有十百千萬 - 十萬百萬 - 高次 - 七百九十二萬七千兩百三十萬 - 會你再次訪問我們嗎? - 不會 - 他說喜歡的話就是九分或十分 - 但低於九分或十分的話代表不喜歡 - 他們對此感到非常的難過跟抱歉 - 我們是說實話 - Don't be sad - 喔 人類 - 對啊 景色是非常好 - 真的是沒有人說過你們食物很難吃嗎? - 我是認真的 - 是不是沒有人這麼當面告訴你 - 我覺得就是你們需要知道一下比較好 - 來這種高級的地方就一定要泡澡啊 - 好爽喔 - 無語言啊 - 最衣草的味道 - 這是瓜球 - 好臭喔 真的是 - 這個好臭喔 - 這邊還也是有一個破碼香氛 - 好香好香 - 妳可以吧? - 哈哈哈哈 - 我就開始在泡我的那種溫泉啊 - 然後我在香酒店的時候 - 這時候應該都是蠻正把好看的畫的 - 那就去我看一下喔 - 喔 - 我覺得這個溫泉呢 - 這邊要幫你提供的了 - 都很快一段時間 - 放一段時間 - 放一段時間 - 放一段時間 - 好啦 - 我要去洗澡了 - 早安 - 這張床超好睡 - 現在是早上的七點 - 所以一早起來就可以看到這個 - 無敵美景 - 超美的對吧 - 而且還好有在幫你準備早餐了 - 哇 - 我看到發現這邊有一個很讚的東西 - 是這個小盒子 - 它叫做Pillow Menu - 這裡面有各種不同的材質的枕頭 - 你可以看你地方也喜歡怎麼樣的枕頭 - 然後請客人幫你準備 - 好想住在這喔 - 住在這一個月我要花120萬台幣 - 超 - 噢 - 噢mg - 好爽喔 -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人生啊 - 我有懂這種度假車會這麼貴的原因了 - 噢mg - 看這個早餐那麼豐盛 - 我以為是飯店庫的 - 要5000塊台幣欸 - 昨天晚上管家有問我說早上要吃什麼 - 然後就叭叭叭電話了 - 然後剛剛那個服務人員他就跟我收了五千多塊 - 但是昨天的Menu上根本沒有寫價錢啊 - 還是這裡的人花錢根本就不看菜單 - 是不是不是不是他店 - 給你們看一下啊 - 這個早餐 - 是不是超豐盛 - 噢mg - 沒吃過這麼貴的早餐欸 - 一整晚買一天然後家就不來 - 在超商店買得到欸 - 這有合理嗎 - 這個早餐五千塊 - 白天有個行程是可以搭這個車子去遊園 - 準備好了嗎 - 嘿 - OK 掰掰 - 漂亮 - OK - 好期待喔 - 纜車 - 旁邊的Akabukla station - 我們要離開從海洋到海洋 - 365步 - 到 365天 - 這裡好美喔 - 酒店裡有個天堡 - 喔 - 喔 - 這邊看過去很像金山腳獨銷據點 - 茶財將軍 - 這就是我說那個在和尚SPA的地方 - 這裡有個天堡 - 紅色的天堡 - 這裡有個天堡 - 這裡有個天堡的天堡 - 喔在這裡 - 看到了 - 在這裡 - 啊 - 刷魚骨 - 刷魚骨 - 丟了 - 看那個人 - 看那個人其實辦婚禮 - 好漂亮喔 - 你看 - 你只要把他練起來 - 這邊會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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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是因為這個山茶半島上面 - 上面就有很多 - 這裡是Visito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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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你看這邊超美的 - 我覺得住這裡也很不錯欸 - 它不是整棟 - 它就是一層已經很不錯嘛 - 這個是畫廊嘛 - 哇 - 很漂亮欸 - 喔 - 很美欸 - 但是這個一幅多少錢啊 - 但是這個一幅多少錢啊 - 美金的美金的美金是7500 - 美金的美金 - 喔 - 七千五美金 - 二十二萬五 - 喔 - 還行嗎 - 二十二萬五而已 - 你喜歡這個嗎 - 我只是問了 - 哈哈哈哈 - 哈哈哈哈 - 來了 - 來了 - 這個是嗎 - 來了 - 來了 - 哇 - 好冰喔 - 好香喔 - 它有那個香茅味 - 很讚欸 - 謝謝 - 好的 - 放了今天自己 - 你們會很想來住這邊就可以嗎 - 我覺得 - 下次有機會再來縣港 - 我還會來這邊玩 - 但是 - 我不會考慮四萬五一碗的開景品啦 - 早上早晚說 - 你們應該有看到其他的房型嗎 - 其實它那種行政套房 - 一般套房 - 已經就很大了 - 陽台也非常的chill - 那個套房一碗只要一萬二欸 - 欸 - 我花四萬五只在這邊住一天 - 那我花一萬二 - 我會在這邊直接住四天欸 - 如果下次再來玩的話 - 我會裡面花在比較一般的房型 - 總之呢 - 來這家住家飯店 - 你就一定要用學物 - 就是它們一切都是要錢的 - 飲料、點心 - 房間裡面 - 所有東西 - 都是要錢的 - 我昨天一直提到 - 我很喜歡那個破碼香噴 - 全部都是要錢的欸 - 即使你是台風用過了 - 就是要花錢買 - 才可以把它帶走 - 它們唯一免費的 - 就是 - 勞理服務 - 導覽飯店是免費的 - 機場接送是免費的 - 還有 - 等一下退房之後 - 它載我們到下一個目的地了 - 車盆也是免費的 - 喔對了 - 我要講一點 - 房間裡面附的那個盥洗包 - 那個包包呢 - 是免費的 - 對 那個包包可以搭的 - 因為 - 最後我沒有被扣款喔 - 需要影片提到 - 一定要幫我分享出去 - 還想看我開箱怎樣的飯店 - 歡迎底下留言 - 我可以代替你們去 - 當盤子 - 那個包包 - 燃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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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